阿弥陀佛大家好 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连圣佛佛文情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439集的播出 稍微今天晚了几分钟 还好又赶得上来 我们先看看今天还有哪些 可爱的背景图案 跟大家分享 看看后面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哇 过年放鞭炮 节目一开始 为大家播放的是 为大家播放的是 《绿财神心奏》 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请绿财神放光铸照 阿弥陀佛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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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翁翁翁 江湖索哈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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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為大家播放的是綠財神的咒 我們同時做網路的直播分享 光晒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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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咕啦降咕啦降咕啦 祝大家過年發大財 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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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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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掌巴拉 掌鼓索哈 咚掌巴拉 掌鼓索哈 咚掌巴拉 掌鼓索哈 掌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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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鼓索哈 大家好 這是真國天空新聞台 聯聖火火文及網路直播讀書會 今天是第439集的播出 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空中相會 先把咱的音樂關掉 剛剛是跟大家介紹的是 綠財神的星咒 他的手印跟黃財神一樣 我們為什麼特別推崇綠財神呢 因為師尊曾經講過 這尊財神比較少人求 你去求就比較容易相應 中獎率會比較高 看看現場哪些同學上來了 大門還有許惠玉 尤梅賴 Amy Ju 顏秀 承正峰 陳姬財 八九帝王界的老闆老闆娘 陳湘怡 何文彥 Catty Brana 鄭惠芳 水蓮 Sally Go 林慧金 Anchon Link 雍梅賴 鄭明達 陳喬峰 明陽令 許惠玉 還有李匆賢 艾婷 Diamond 俊雄 Sher Jackie Sherry Ling 還有張宇 黃玉珍 謝謝你們 還有先跟大家報告 上一集昨天大家的留言 明陽力說上師 你天天修百字明咒 那就是遇到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姻緣 也能夠不會惡念 用咒的力量來設這個心 以戒為精進的 善思為念頭 成一切善法姻緣 其果位的次第 何文彥說 每次修法念咒專注 在經咒上感覺 煩惱會越來越少 這個都是一種小感應 很好的感應 Litha James說 憂鬱是從身心做起的 是從身心起來的 那環境改變 讓自己的心不寧 沒有辦法安寧 或者從青壯不老年 老年出現衰老症 未能夠自理 也是苦 修行不懼 生命長活出精彩 可滿足 黃玉珍說 聽上師的讀書會 已經聽上癮了 越聽越餓 自己覺得不好意思 這個同門很客氣 張宇 就是小B說 真的耶 有時候睡不著 腦子亂亂的 持咒很好入睡 這個是昨天同門的回憶 你們有沒有看 今天在我的臉書 貼文有貼出 什麼貼出 元宵節猜燈迷 你們有沒有猜到了 剛剛晚上已經公佈答案了 好 現在還有誰 胡曉莉 師父佛安 上次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才元國國來 寇莉莉 還有黃雨璇 Jokabbo 黃雨璇念過 王國慧 剛完經五十遍 晚上五百遍 張宇小B 黃雨璇 你們有沒有猜這個燈迷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出去玩 那個 不是 那個 星巴克 星巴克 我那大大念了 外國人洗澡 外國人洗澡 猜一道菜的名字 刷羊肉 洋人 刷羊肉 半個月亮 猜一個字 這個月亮是一半的 猜一個字 一個月 再一個半 胖 什麼米不能夠吃 猜一個 一個用具 睡覺的用具 什麼米不能吃 塔塔米 我們猜師尊的文集 需要神才能夠玩的 答案是神通遊戲 你有沒有猜對 這個 敲敲門看到誰 敲敲門見誰 猜一本 師尊文集 四個字 是什麼呢 拜訪大師 這個很貴重的句子 很貴重的文字 猜五個字 十尊文集 黃金的句子 你有沒有猜對 已經亮亮 今晚金營夜市結束了 第一次看到白冰冰阿姨主持 藍寶石歌廷秀 哇 很成功 其實高雄有韓市長來帶領 真的把台灣帶到一個新的氣象 Jennifer 第3經一遍迴向 謝謝你 Nick John Margaret Lin 丹丹丹丘 你好 還有王立場 你相恨 高雄金30遍迴向篇2.5 胡小莉 口莉莉都念過了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 介紹的這個文章 我所知道的佛陀 這個呢 我們猜對米說 只有師尊知道 說明就是我所知道的佛陀 第126頁 摘生大會 哇 供養出家人吃飯 的大會 不過我覺得我們出家人 已經吃得很圓 增肥容易減肥難 東風無粒百花蟬 春蟬到死失荒盡 蠟炬成灰累死肝 可不可以供養不要吃的 不過呢 這一篇文章叫摘生大會 以前呢 這個師尊講到說 釋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 兩個弟子 他們呢 去託波 那個時候在佛陀的社會 的生團裡面是不舉吹 就是生團裡面 沒有這個自己做飯 廚房裹食的 都是呢 師父這個講經說法 開始完之後 對不對 弟子拿著波 就去這個 挨家挨戶去化園 以前是這個時候 是那個時代的 那大潔業尊者 其中一個徒弟是大潔業尊者 他喜歡跟貧窮的人化園 那大潔業尊者是說 他已經很窮了 那多多跟他們化園 讓他們增加福分 窮的人也增加福分 你認為對嗎 好 另外一位阿難尊者 他是專門向有錢人化園 因為他們富有能力摘身 有人太有錢了 然後也會亂玩 亂浪費 那多多結善緣佛緣 讓他們早日種下佛的種子 所以呢 你覺得是跟窮人化園對 還是跟有錢人化園對呢 好啦 那這兩個人想法都不一樣 所以一個跟有錢人化園 一個是跟很窮的人化園 那一個就胖胖的 一個就瘦瘦的 所以你說 兩位後來都是正的阿羅漢的 都是正道的聖者 那你正道聖者 還會像佛陀那麼圓滿的覺悟 在修行的過程上 會有意見的分歧 有時候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 我們在一個道場 這個同門說 這個道場的方向應該往東 那個講這個方向應該往西 這個另外一個講往南 另外一個講往北 另外一個講說太麻煩了不要動 各有因緣 那這個道場一個原則就是呢 依照根本傳者的教化 還有依照戒律為依歸 至於他這個法務的方向 哪邊的這個緣分 聚眾的緣分多的話 我們就服從多數 只要是不做這個犯戒的行為 有時候在道場會變成爭吵 人呢 每個人如果都堅決堅持自己對的話 那誰 對不對 大家都寧為鸡手 不為牛后 每個都要當老大 那誰當下面的 所以呢 智慧高的人 他懂得圓融 那你懂得圓融並不是你輸了 而是呢 你把機會讓給別人 但是如果這個機會大家都不做的話 你就帶頭來做 做到大家願意很熱絡的去做的時候呢 你就讓這個機會更多 不是一開始就讓 然後沒有人做 這個也不對 太多人講 講來講去講到頭破血流 那個也不對 所以就圓融的智慧 就是我們在學佛裡面 第一個你要觀察環境 觀察人為什麼會在爭 或者人在退 那個因緣在哪裡 動機在哪裡 我曾經聽過說有個道場的堂主 他講 就是大家不做 大家讓來讓去 才輪到我做 我才幫大家做 結果呢 原來真實的現象 是這個堂主做了之後 不讓別人去碰 什麼他都搶第一 對不對 然後人家要去做 他也不聽人家的意見 然後人家就會越來越退了 所以有些事情 換一個角度來想一想 對不對 這個沒有永遠的位子 那道場呢 最主要是能夠聚集大家 為最圓融 以最圓融最圓滿最開朗的方式 讓大家在這個道場裡面 是一個家庭 不是一個公司 然後只來罵去的 這個不大好 這個就是我的感想 但是釋迦為佛時代 其實那十大弟子都是聖人 那他們對於跟眾生結緣的 一個講說要給最有錢的 有錢人 一個要給窮的人 那佛陀是很圓滿的 他都是水順的 好 那這個講到這個以前的故事 再講到現在的故事 那馬來西亞密教總會 他這個禮拜 那個會帶著將近千人 他每次都將近千人來朝聖 來這個拜見我們的師尊 那馬來西亞密教總會 舉辦了齋僧大會 已經是第六屆了 然後參加的人 居然多達一百四十位的出家人 包含了南傳佛教的出家人 背傳佛教的出家人 對不起吃得太飽了 還有西藏的僧人 還有共齋的在家居士 有兩千多個信眾 那所以這個再生大會算是 蠻盛大的 而且蠻有意義的 那共生的遺軌 有在正佛中念的 請福祝師祈願文 有北傳出家人 念的大悲咒跟心經 南傳的出家人 念的發力文的祈禱文 然後還這個供養了 住室的阿羅漢 兵頭儒尊者 供品的呢 有很多好吃的菜 有日用品 有金錢 有資糧 那種種共生的遺軌 那第六屆主持 齋僧大會的上職 就是聯合上師 那他也是處長 好了 這個是講到古代的情況 再講到正佛中的情況 接下來師尊就要請問 釋迦牟尼佛了 說佛陀啊 共生大會有什麼意義 那佛陀呢 他是很注重 這個出家眾的那個 那個生團制度 對不對 為什麼在地藏經裡面 那個第二屏對不對 這個釋迦牟尼佛 把度眾生的任務 交給地藏王菩薩 因為將來 弘法度眾的要以出家 僧眾來帶領 不然 觀世音菩薩功德也很大 金剛薩多也很大 虛空葬菩薩 很多佛菩薩的功德都很大 為什麼特別給地藏王菩薩 因為地藏菩薩 獻身文像獻出家像 也就是自歸一身 當願眾生同理大眾 一切無礙 如果你有念到四歸一裡面 歸根本上是佛法身 其中的一個歸一身 也就是希望出家身 能夠具足很豐厚的知識 佛學知識佛學基礎 還有實修實證 來領導大眾 也守戒律的 他本意是這樣子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是很注重 這個出家眾的制度 僧團制度 所以釋尊問他 那共生大會有什麼意義呢 佛陀講 僧如大地 長養一切的善功德 所以應該供養 就是這個生 出家生 他代表的 就像大地一樣 能夠承載一切眾生的 那當這個出家生修行人 長養一切功德 他能修很長久的 很長久的時間 都一直在這個 像一般在家居室 還會上班 對不對 出家生 他的專職就是修行 對不對 行善啊 不失持戒 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 修菩薩 六度萬行 哇 所以他長養一切的善功德 應該是供養的 好 那那個 世尊就問他 供生 供養出家生 有什麼功德 佛陀講 壽命延長 會長壽 行色圓滿 身體也會圓滿 身體也會圓滿 身體也會有力量 記憶不忘 智慧變才 大家看到會關 Wherever God 喜歡這一定會做任何美 尽爱丰足身包 人天自在 命中升天 肃正缘吉 甚至以后能够正得佛道 这个是供养俱德的出家人 那佛陀又讲 供生如一介子功德 但由一介子便参天大树 结万万果实 供生的功德亦如是 佛陀是想说 供养出家生 看起来好像是很小小的功德 可是呢 长养这个供生的 这个事情 这个善行 就算是一点点的功德 它会越来越大 就像一棵大树 结满满满的果实的大树一样 那供生的功德也是一样 从一粒的小种子 慢慢的长 也会长成大树 那师尊也想到谁 目见连尊者 牧连救母的故事 牧连 牧见连尊者 他是 释迦摩尼佛十大弟子 神通第一的 他神通第一 却没办法救度地狱的母亲 他母亲堕入到恶鬼道 后来是以灾生 共生的功德 来让他的母亲得到救法 所以呢 就有渝兰盆会 每年七月十五 中元节的由来 也是有共生的由来 所以呢 佛陀在教导 用众生功德的力量 来救 目见连尊者的母亲 共生的力量 可以救到 堕入恶鬼道的母亲 所以共生功德 还是很殊胜 所以聪明的佛弟子 要懂得共生 及供养生人 栽生共生 因为生人是福福田生 深重之力是不可思议的 不过 我们都太胖了 不要供养 太多吃了 很怕 这个是栽生 供生 你可以供养别的出家人 吃多一点 好一点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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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吃得很饱多 还要共生 很可怕 阿里斯坦 张妙柔 Winnie Vigne Lisa Jeanne 周明祝 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留言 刚完今天八遍 金母亲咒2160 四尊星咒2808 谢谢 阿肯 对不对 Malotus 四尊星咒108 你这么经期一遍 回下 宣教令 阿里华信 有人爱 你今天刚好拿到我们打包的 义承 你好 Michelle Ong Malotus 联廷法师 George May 还有谁呢 George Austin Angeline 大悲咒500遍 Disa Jeanne 人生各职责供养十方式 供养十方式 十方土 出世和入世 互助互支持 成就菩提业 修行靠僧众 也靠你们自己 莲花智慧一百遍的 刚亡经 慧经哥 有这个每年七月 在显教有渝兰盆会 也是供养出家众 其实呢 你这个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如果你这个帮助 雷葬寺的法师 做法务 对不对 他需要你帮忙 你帮法师出家生 帮道场做法务 也等于在供养出家众 Disa Jeanne 十方式 及圣贤僧 谢谢 因为那个字 式跟土很像 下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 《起信姻缘》 你归一真伯中 是什么姻缘 当年你是什么姻缘 当年呢 我是大学生 二十几岁 在东吴大学的 博学社 看到了联邦杂志 遇到了 郑伯宗的弟子 那个蔡旺权议员 他现在是民进党的议员 当时是法律系一年级的学弟 带我进郑伯宗的道场 慢慢一步一步认识 从联邦杂志 然后进到那个道场 再看到世尊的文集 有一天就决定要国一了 那你们起信的姻缘是什么呢 那释迦牟尼佛跟师尊就谈到 起信姻缘 起来的起信仰的信 那师尊讲说 他会信仰佛教 是因为先得到了感应相应 那在台中玉皇宫 有林千代师姑 那个时候呢 他在为别人问世 那时候师尊是二十六岁 千代师姑 突然念了师尊的名字 说姚池基姆找他 现场只有师尊这个名字 那时候是念喀茨 喀茨是日本的名字 那师尊跪下来 姚池基姆帮师尊开天眼 师尊从此打开了灵界的大门 这是非常的真实的 他看到了姚池基姆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 因此而开始学佛 那起信之后 师尊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他还游历了天上界 然后呢 见到自己的前世 是白光摧灿的大白 莲花棚子 非常的真实 更坚定的信心 纵使别人诸多毁谤 可是师尊是亲眼所见 纵使有人说是走火入魔 在毁谤 因为别人证悟不到的 但是师尊的道性是非常的坚固 那以这真实的经历走到现在 师尊已经七十五岁了 因为太真实 所以他创立了宗派 叫做真佛宗 那释迦牟尼佛也讲说 他自己过去世的起信因缘 就是说人在内世 为什么会开始学佛 相信学佛的因缘 原来在古代有一个国王 叫做大光明王 然后呢 大光明王 有一天呢 隔壁的国家就送了这个大光明王 一只白色的大象 这个大象白色很难见得到 那这个像冰雕玉琢般的白象 非常珍贵 送给大光明王 国王就命令这个寻象的 寻服大象的师父 扇蛇 反正一个寻象的师父 来训练白象 那白象呢 由大光明王来做实验 刚开始呢 都很乖 可是呢 后来有一天国王就把这个白象 就是骑在白象上 去森林走 这个白象呢 本来是很乖的 可是呢 大象毕竟是动物 闻到母象的味道 哇 费洛蒙一起来 大概他们在唱 奥 李呦 白象居然发狂 狂奔追母象 他忘记了国王还坐在他背上 哇 国王跑到非常的激烈 被那个白象 再到跑到 那个大象跑到非常的激烈 碰碰碰碰碰 国王 哦哦哦哦 最后呢 国王好不容易全身 攀到树枝跳下来 还好保住一命 可是回去之后 国王就非常的生气 就叫这个 这个寻寿的 寻服这个大象的师父 去处罚这个大象 于是可怜的大象 被处罚的皮开肉绽 哇 后来死的时候嚎叫 那这个大光明王 他这个时候才产生了 很怜悯的心 那大光明王就问说 那请问谁可以 寻服大象的心呢 那这个寻相师是说 我可以寻服他的身 可是没办法寻服他的心 能够寻服大象的心 只有佛陀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大象 你只是教他做这个动作 弄那个动作 但是没办法守戒啊 没办法亲近啊 他还是动物啊 能够寻服大象的心 只有佛陀 于是大光明王 因为怜悯的缘故 所以对佛产生了信仰 那这个大光明王是谁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这位寻相师是谁呢 就是大智慧 舍利佛 还有白象是谁呢 就是他的弟子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南陀 所以佛陀就问师尊 你这么多弟子 因何起信啊 就是佛陀问说 你那么多徒弟 对不对 那你徒弟是因为什么 因缘而相信 真佛中 归真佛中了 那师尊就回答 看我的书啊 还有因为感应啊 还有这个修法的绝授 所求如愿 奇迹神迹等等 那最后佛陀讲 如果能够寻服人心 视为至上 这个话呢 最后一句 我觉得是整篇文章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也就是当我们归师尊 你是看书而起信的 你是归而起信 感应而起信的 对不对 你是用种种的因缘而起信的 你起信之后 有没有开始寻服自己 像大象那样狂野的心 有没有开始寻服了 对不对 那我们每个人归 各有因缘 大家不要忘记 你刚归的那个出发心 还要保有长远心 要一直恒长的 对不对 有人刚归了 哇 我道心坚固 然后过几天 遇到倒霉的事 道心退步 再过几天 又遇到倒霉的事情 丧失 道心 完全没有道心 道心死悄悄 对不对 所以你除了你有归依 起信的因缘之外 你还要道心坚固 寻服自己的心 Lisa Chan说 泰国人 有些人用大象给人起 每天不断的使到大象 疲累而生怒的有 我看过泰国人 还有虐待大象的新闻 我看了很心痛 李明星你好 第一次看到你的留言 谢谢你 陈义军 Rui Leong Dantan Deo 谢谢 张登云阿红 君 勾勾勾 对不对 罗丽华 那个 隐心 没错 台湾那样是 师母回来 台湾半年也是帮忙 缺亚方 阿迪布松诺 这个暗赞的这谁 莲花菊花 下一篇再跟大家介绍 第三篇文章 超级聪明 你觉得谁比较聪明 师尊最聪明 师母最聪明 他们两个不只是聪明 是超级天才 你可以看到师尊遇到事情 他能够分析 有时候跟师尊 亲近师尊当事者 有时候跟师尊报告新闻 师尊能够很快就分析 能够帮助众生 师尊的聪明是智慧之上的 还有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 我们人生的问题 写了两百七十几本书 你看聪不聪明 超级聪明 师母的聪明 那法务累计四五十年的经验 什么事都难不倒他 也是超级聪明 那今天介绍的这篇超级聪明 一百三十四页 师尊首先他讲到说 他个人认为 超级聪明的人都会想到几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你会问自己是从哪里来 向什么地方去 活着是为了什么 生跟死是怎么一回事 那生之前在哪里 死了之后又要到哪里去 灵魂到底有还是没有 各位同门 你们自己有没有曾经问自己 刚刚这几个问题呢 上次会不会念太快呢 我再念一次哦 我从哪里来 我向何处去 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死了 生死是怎么一回事 生前出生之前在什么地方 死了之后又走向哪里 各位不一样是对的 然后师尊认为说 这个释迦牟尼佛 那时候还没出家的佛陀 其实他当希达多太子 他就常常问这些人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昨天介绍 佛陀是富二代 还是这个有漂亮的太太 有财产 有这个国家 整个国家亡国 还是想要出家 因为希达多太子 当然是超级的聪明 他游历了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去看这个人生的生老病子 已经想到将来当国王 也不是永远的生死是大事 要解脱 要证悟 要菩提 要涅槃 那师尊就问佛陀 什么是超级的聪明 佛陀回答 一般人是想不到的 他先想到的 那师尊就问 佛陀那师尊 我这个就是 我师尊自己本人算不算聪明呢 佛陀答 No 你不算聪明 讲师尊不算聪明 那师尊的聪明是靠一点一滴的毅力堆积起来 我们都觉得师尊超级聪明的 可是佛陀居然讲不是 所以是靠累积出来的 我告诉你 我更笨 我大学年考还是重考 那师尊超级聪尊 那师尊好像初中留级两次 但是到高中的时候是读第一名的 那在我们的眼中 师尊已经是很聪明的 对不对 可是呢 佛陀讲说师尊的聪明居然是累积的 所以圣者他已经不管聪明不聪明而是毅力精进 就是到最后都变成聪明了 那佛陀告诉师尊真正聪明的故事 是什么呢 看看同门 我从何处来 我向何处去 何文宴啊 干 共 对不对 已经佛陀在我看来真的是富二代 你自然说小时候有 常常有这个疑问 莲花菊花 会联令就是 上师早安 你睡一睡凌晨一点 要一直打瞌睡 不会很开心的参加上师读书会 少参加读书会一天 就会感觉怪怪的 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从明天开始 礼拜四 接下来 因为春季大法会期间 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了 所以会跟大家请假几天 如果我不在的话 欢迎大家往前看 之前的重播了 好 再来是明观令由 上师还好 我的话更笨 何文宴 我从何处来 我下何处去 好 释迦摩利佛 接着要告诉 告诉师尊聪明的故事 他说在古印度 摄卫国 有个女孩子 非常的聪明 他叫做皮舍梨 毕如浙纳佛的皮 摄是宿舍的摄 离开的梨 皮舍梨 字蛮凹口的 那他呢 有一天跟很多小姐去过河 那很多小姐少女们呢 都怕把鞋子弄脏 就赤着脚过河 只有皮舍梨 皮舍梨呢 他穿着鞋子过河 为什么他穿着鞋子过河呢 你过河看看 你是要保护鞋子 还是保护自己的脚 这个过河的里面 万一有尖锐的石头呢 万一踩到有毒的生物呢 你有一个鞋子 是不是比较容易保护 所以呢 他认为穿鞋子过河不伤到脚 脚比鞋子更重要 虚雅方 莲花雅方 念莲花童子 咒两千 传授佛咒三千 谢谢你 好 那呢 还有个故事呢 在道路 这个路边 有一个果子 有一棵树 长满着果子 大家呢 就哇 赶快去吃这个果子 对不对 皮舍里他不吃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好吃的 早就被人家摘完了 就是难吃的 才留着让你去摘 对不对 或者人家吃 啊 很酸很苦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有一天 他又到了一个 这个马车 不是 到了一个车站 那这个车站呢 看到有个柱子 拴着大象 哇 在那边动来动去 拴着马 动来动去 他马上叫大家 赶快离开 接着呢 哇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果然 这个车站倒了 因为这个是危险的地方 连动物 都可以第一的感受到 这个地的那个变动 地壳变动 听说这个地震之前 什么老鼠 天上的鸟 还是哪些动物都会特别的躁动 有没有 那所以呢 那个门外绑着这些动物很躁动 那就是表示这个地方开始危险了 好 再来呢 他也经过一个这个大西 山谷的大西 他看看上空的天气怎么样 哇 花乌云密布 而且那个云哦 你知道那个去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热带雨淋气候 我们车子经过这个热带雨淋气候的时候 看到了雷包云 那个云是黑黑厚厚的 马上就知道快要下雨了 等一下就下大雨 而且呢 雨滴很大的 哇 马那皮舍里呢 就看天空 哇 雷包云那么多 一定会下大雨 就下大雨 旁边是溪水 马上溪水暴涨 会把人冲散了 叫大家赶快远离这个河谷 远离西边 后来大家真的很听话 离得很远 后来果然 溪水暴涨 是不是很聪明啊 还有呢 隔壁的国家叫特差失离国 他故意刁难这个社卫国 认为他那个国家没有这个贤能的人 他就送了什么 两匹马 毛色 大小 都长得一模一样的马 来问这个国王 这两匹一模一样的马 哪一支是公的 哪一支是母的 哪一个是母亲 我讲错 哪一匹马是母亲 哪一匹马是儿子 皮舍里就拿一把草来测试 对不对 那个哪一个马是先吃草的 因为那是母马 他都是爱孩子 都让孩子先吃草的 所以这个让孩子吃草的 那个马就是母马 母亲的马 对不对 那孩子在吃草 那个就是儿子马 马上就分辨了 那又考验他送两条蛇 对不对 长短粗细 那花色都一样 那那个 一公一母 然后让这个社会国的国王 他们国家去分辨这两条 一模一样的蛇 哪一支是公的 哪一支是母的 于是这个皮舍里也难不倒他 他叫大家准备一个毛毯 对不对 那那个两条蛇放在那个毛毯里面 公的蛇就动来动去 母的蛇就静静的躺着不动 原来木的蛇会喜欢软的东西 再来呢 又送了什么一个圆圆的木头 两根也是一模一样的 送一根 等同出戏的一个圆木 好 这个一段 一段圆木 请问 哪一个是树梢 哪一个是树根 哪一个是头 哪一个是尾 结果这个也难不倒皮舍里 怎么样呢 他就拿了一盆水 把这个整个圆木放在这个水上面 然后呢 下沉的就是树根 浮起来的就是树梢 你看聪不聪明 哇 这个是物理的生物的 他那个比看Discovery还厉害的 还有呢 这个佛陀就对师尊讲 社会国的女子皮舍里 是先知也 他是非常聪明的 现代人超级聪明的人 也非常的多 可惜现代聪明的人 只知道现实的知识 不知道生前死后的知识 现实的幸福比不上佛国的幸福 所以你会不会羡慕皮舍里 那么聪明才智呢 你是羡慕这个人家的这个聪明才智 还是羡慕这个成佛成就的智慧呢 让你去深思什么是超级的聪明 好 拜计们 晚安拜拜的 徐亚帮你的功课念过了 好 那今天就介绍这三篇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时间又快要到十一点了 我们跟着十尊请唱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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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今天参加读书会 莲花音录的金拉萨多咒两万遍 阿弥陀佛知识加学习 自能够分析试期 修行要智慧 今天介绍了三篇文章 摘森大会 共生摘森的功能 大家出家人 不要为他 不要别人出家人 很有功德 大家尊敬 第二篇是什么故事 《倾行因缘》 我们每个人归一学佛各有因缘 对 关于大光明王跟白相的故事 巡抚大相 或不巡抚他的心 我们学佛也是在巡抚 劳补自己的心为至上 再来就是超级聪明 真正的超级聪明 还是不如超级聪明 我们不要羡慕别人聪明 真正聪明 竟然是从累积的毅力所产生的 所以不用羡慕别人聪不聪明 要问自己努不努力 精不精进 这样子就够了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等师尊 Jumi 谢谢他 他写了这么好的文章 Ai se tu Yapi Bli Bli 我不能讲明天 下一次 因为要跟大家请假几天了 下一次 师尊维吉读书会的直播 我们再会 欢迎大家参加 星期六 台湾雷泽斯的春季大法会 还有灵侯体育馆 龙树菩萨的法会 欢迎大家参加 拜拜 晚安 欢迎大家看我的重播 按赞小铁分享 拜拜